王磊是吧 对我是王磊 声音号码是31010919860103353X是吧 353对 对吧 对 我是黄浮风局物理条判所民警 实施制法过程全程录影录像 好吧 你对我拍摄没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发到网上去 断头掐尾 断端取语 那要追究你法律责任 我不会 我就原封不动的发上去 好 第二点 我今天来找你是 你在社区接到居委群里面发布 这不是居委群 这是我们四号楼的业主群 是这样子的 你在群里面发布 就是劝 煽动群众不参与核酸的 不是煽动群众不参与核酸 我是指出咱们参与核酸当中 流程不合理的地方 而且是有交叉感染风险的地方 然后我不是煽动 是一开始是市里面防御规定 有说过指明 我们是五天内有疫情的楼洞里面 必须是上门进行采样 那么居委没有按照市里的防御规定 进行指导我们采样工作 所以我把其中的风险列举出来 并且把逻辑都写得非常清楚 你可以去查看我在群里面写的内容 其中的风险 理论依据 以及我建议的改善方案 我都是写在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你可能出于好心 对吧 其次有些流程上面很确 妥当 还有改进的地方 你可以去相应的部门 去相应的意见 好吧 但不是正是你这种做法 在群里面煽动 我没有煽动 我是把 我是把科学依据和理论方法 和建议 可以怎么样 让大家全部猜 他是按照事文件要求 我是按照事文件要求告知大家 大家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选择 然后大家怎样能够保护自己 一起来完成这个核酸 可以给出建议 而不是说去不去做核酸 你发表的言论是什么 我都给你听听好吧 好的 你不要只发表我讲的那几句话 你把我完整的逻辑推理 以及我的科学依据全部拿出来 收到上海市政府 请大家吃的药后 请不要原封不动的当 这是两回事件 这是两回事件 你讲抗疫的那件事情 你讲防疫的事情 你不要讲这个事情 你讲防疫的事情 你把我防疫的一个理论依据 以及我的建议都拿出来 告诉大家 你凭什么来警告我 我一定会把这个放到网上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 造成我们无法完成核酸采样的 一切后果由违反规定的 医护人员承担 如果医护人员是接到通知 无需上门采样的 那么一切后果由他们发出 错误的指令 所谓的上级部门承担 对 这个是防疫规定 有要求说过 是防疫规定里边有 五天内有阳性的楼洞 必须上门进行采样 你们这个是派叔叔也这么断装取义在说话 对你不能断装取义 你得把市防疫政策一起来说出来 然后是医生不愿意上楼 我也咨询了我们的五里桥街道 街道说他没有改变市里的规定 是医生不愿意上门 我有打电话过 我有咨询过 我有录音 你们也不能讲 这不叫煽动 这不是煽动 有这样的消极的影响 不去做核酸 造成这样负面的影响 好吧 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 人都有脑子 到这相应的影响 我们会追究法律责任的 好的 你追究好了 你追究吧 我就看你们怎么追究我的责任 我会把这些原封不动的发出来的 警察也这样